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顶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顶,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早期杰森斯坦森拍的一部科幻电影 叫火星幽灵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 2176年因为地球人口激增 地球早已不堪重负 人类为了能够发展 殖民遥远的火星 这里是一个还未被开发的地方 各种矿石遍布火星之上 某日一列空火车开回城中 里面除了女主梅兰尼,一个人也没有 作为一名警察,她本来去执行押送罪犯的任务 为什么会回到这里呢? 通过她的叙述,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原来上周五,女主负名和同事前往火星上 一个名为闪铃峡谷的矿场小镇 前往这里押送一名重放,威廉姆斯 当他们抵达目的地,用心形的呼吸器解决了呼吸问题 甚至不用带氧气面罩 不过闪铃峡谷却安静异常 众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毕竟这里的矿工数量可是非常多 不可能一个人也没有 当他们进入到矿区的电力设备房,地上除了血迹 什么人也没有 其实不能说没有人,而是这些人全部变成了尸体 不止这个地方是这样 兵营,餐厅,游乐场这些全部没有火口 众人都被吓到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他们查看了日志发现,矿区昨晚就宣布停工了 原来是因为分数高达60 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 随后女主他们来到了监狱这边 这里除了一些罪犯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唯一让众人觉得异常的就是那名叫亚琳·维拉克的博士 他竟然躲在了监狱内,他说这里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 虽然他说自己是为了躲避来到这里 但给我的感觉这个博士没有说实话 随后女主他们去检查那名重刑罪放 发现肉目标还在这里 只不过现在他们想要弄清楚矿区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这里他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幸存者 但除了监狱内,其他的幸存者都一点不正常 女主和指挥官在矿区外进行搜查 发现了在工具车内的一个男子 只是还没有询问对方你为什么在车内 他就自杀了 斯坦生表示想要打开这个工具车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让女主先去看看那些菜鸟手下忙 免得出什么腰尔子 不过菜鸟就是菜鸟 竟然被那名重刑罪放给挟持了 还好女主出手 三下五除二就将他给打趴下了 不过他还是逃走了 这名重刑罪放其实也是我们的男主 如果不是一来二去两个人相互救了对方 估计女主还不定能相信这名重刑罪放男主说的话 男主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偷钱 当时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尸体 但桌上有钱总不能不拿吧 对于他所说的 众人不是很相信 但女主留了个心眼 或许男主说的都是真的 只不过他们需要弄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 指挥官在外面搜寻的时候消失不见 斯坦生前去寻找 却看到了一个疯癫智能拿着他的脑瓜子 显然指挥官已经被杀害 他更是在矿区内部 看到了一群疯癫智能聚集在一起 虽然不清楚他们是谁 但他知道这些人肯定很危险 斯坦生急忙连行的女主说了外面的情况 女主想要弄清楚这一切 将那名博士给抓出来问话 博士只是说了句 不管以前什么住在这里 我们把他给吵醒了 显然矿区内的人变得异常 和这个有关系 但是躺身回来还带了三名幸存者 至于这三个幸存者竟然是男主的手下 他们原来是营救男主的 却不想在这里遇到了恐怖的事情 更是从他们三个口中 知道了矿区内部发生的恐怖荧幕 但随着他们来到这里 发现有一股红色鹦物笼罩了那些功能 随后他们变得嗜血可怕 甚至将那些没有变化的人给杀害了 当他们说完这些就拔出了枪 虽然双方起了争执 但中间因为男主和女主 他们暂时达成了协议 联手起来对抗外面那些变异智能 监狱内也有一名老者 似乎受到了影响 开始虐待自己 当然这些女主他们已经不关心了 现在只想着怎么活着离开这里 此时外面有无数的变异人 对着他们进行攻击 双方的差距太大 根本不低 只能先退回监狱内 看着那名被关起来的老者越来越恐怖 博士终于说出了一切的真相 原来博士是一名考古工作者 当时他正好在矿区 更是因为在矿区内的矿工门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大门 作为考古学家的博士 觉得这可能是火星上的文明 所以准备进去查看一方 里面还有一个写满奇怪文字的大门 博士竟然用手去触碰 不慎触动了远古文明的遗址 这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他幻醒了一个沉睡已久的火星幽灵 所以当时逃得慢的人 几乎都变成了怪物一般 对人类进行残害 博士解释 里面分裂的可能是以前的火星生物 人类对他们来说就是入侵者 现在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快呼叫火车 然后离开这里 不过那名女手下非常的坑 竟然开枪打扯了那名变异老人 导致老人体内的幽灵类的 跑到了女主身上 所以作人只能将女主给搬到外面去 还好女主当时有吃过一种药 也因为这种药 让她没有真的被幽灵给附生 但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可是很危险的 不过女主就是女主 总有办法回来 现在就能需要联手对抗冲进来的变异人 虽然他们等到了火车 更是坐上了火车离开 但是女主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这边问题的根源 那么红色烟雾是否会飘上到其他城市中呢 要是那样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她主动提出回去 将这边全部给炸毁 一开始大家不是很支持她说的 但认真想想 如果他们不做点什么 到时候使得人将更多 随后女主 斯坦森和博士去发电杖 安放在要炸毁这个地方 然后其他人封上这些变异的注意力 虽然完成了任务 但是不少人都死在了这里 最后竟然只剩下男主和女主 果然不是主角就会死 火车虽然开走 但一些病人还是爬了上来 还是男主给地 将火车的后半段给断开 并炸死了那些病人 伴随着一声哄响 逛去整个爆炸开来 似乎一切都结束了 男主不愿意和女主回去 因为他知道 别人不会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将女主给锁住 这也是为什么 回来的火车上只有女主一个人 说完这些 长官们也是一脸闷闭 难道我要向上级汇报 火星上游幽灵吗 电了最后正在休息的女主 听到了警报声 男主竟然来到了这里 并给了他一把枪 显然基地这边 也被红色鹰雾给影响了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整体来说还行 就是火星上游幽灵 这个设定有点雷能 如果是释放了远古声 我觉得可能更好点 至于是坦生 打了一手好酱油 女主更是一种的主角 就觉得这么的熟悉 十分这部点我会给5.5分 终归终局吧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